这里有您闻所未闻的草原美食 这里有您念念不忘的草原活动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有着与生俱来的性格和气质 他们在此修养生息 世世代代传承着草原文化 这里是乌拉特中期 今天带您感受一下 这里与众不同的风土人情 敬请关注本期生财有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璐欣 说到蓝天白云骏马羊群 相信您一定会想到 宽广辽阔的大草原 要说到大草原 您也一定会想到 宽马贤熟 英姿萨爽的草原骄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大草原 到内蒙古巴耶纳尔市的 乌拉特中期去看一看 每年的6月到8月都是蒙古族同胞祭祀敖报的时节 每年的这个时候走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敖报祭祀活动 有火祭 玉祭 石祭 石祭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 巴耶纳尔市乌拉特中期的大草原上 也非常巧啊 今天是他们乌拉特中期最大的一个敖报的祭祀活动 现场真的是非常热闹 人生顶费 才奇招展 那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说要想参加这蒙古族的祭祀敖报的活动呢 首先得换上他们的民族服装 这样呢 不仅可以感受到蒙古族同胞的热情 同时啊 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取在这敖报之上 敖报是蒙古语 意为推子或骨包 是蒙古族盛大的祭祀活动之一 2006年5月 经国务院批准 祭敖报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敖报祭祀仪式结束之后 通常都会举行蒙古族传统的文体活动 其中射箭 摔跤 骑马 是参与度最高的项目 作为游牧民族 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马 每一场纳达木大会上 都能看到方圆几里 甚至是百里以外的牧民们驱车赶来 带着自己心爱的马匹 参加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 赛马比赛能够体现棋手精湛的棋术 而接下来的比赛则是完美诠释了马配上的民族 人马合一的最高境界 套马 原为牧民换牧时约束马匹的一种手段 分为挥杆套马和绳索套马 比赛时在一群马匹当中选出一匹猎马 先令其及持 随后成群的骑手会骑马紧追 到了一定距离后 使用挥杆或者绳索相齐驯服 这是大草原上一场胆量体力和技巧的综合较量 你那个练套马练了多少年了 从12岁开始骑马 12岁会骑马 那几岁开始套第一匹马了 16岁 16岁套第一匹马 我看这些男的都是拿着套马杆 我看你手上没有套马杆 你拿什么套呢 拿着 这个叫龙头 这怎么使用啊 他们套住马 套住马 就把这个挂在马脖子上 然后这样一使劲 这个圈子就缩小了 缩小了就把那挂带住了 就是你是从小在草原上跟马一块长大了 是吗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就是在这个蒙古族的女孩子心中 这个马意味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 马 一个特别神圣的动物 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纳达姆大会上 传统的蒙古族男儿三项竞技活动中 是不允许有女性参与的 而现如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女性 出现在竞技场中 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展现出了蒙古族女性的豪爽和干脸 摔跤 蒙古语称为博客 是季敖包和纳达姆大会上的蒙古族传统的体育活动 在比赛中 摔跤手可以抓胶衣 腰带 但是不能抱腿 不准反关节动作 不准踢对方肚子或膝部以上的任何部位 明胶手脖子上佩戴的五颜六色的布条项圈为姜嘎 这可是参加过一定级别的摔跤大赛后 战无不胜的象征 我是讀人 我 我估订你就觉得你啰嗦我很快吗 我太激烈了刚才这个比赛 我看她们这个摔跤选手他们这个身材都是比较魁梧的 这都是专业级选手 也是专业 一个是摔跤 一个是骑马 这是一个蒙古男人的新鲜文章 其实咱们说 这个好男人必须都学会这两遍 摔跤骑马 好拿这么上摔跤是第一 就是这些姑娘们的肉香 谁摔得好 谁骑得好 谁能娶到好媳妇 是这个意思是吧 领略了纳达姆大会上 赛马射箭摔跤 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活动之后 自然要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 去品尝一下这里地道的 与众不同的草原美食 这是干嘛呢 给羊注水 这不是注水 这是为调料的 我们配置好的调料 给羊打进去 这样羊的条感就特别好吃了 些嫩 就是在羊肉里面 把调料汁打进去 这样羊肉烤完吃 就是会感觉这个汁水更多 羊肉更鲜美是吧 对对对 更鲜美 我看看这调料里有什么 有这个 姜 姜 葱 青辣椒 红辣椒 还有别的吗 还有也 再就是还有点蜜子配方 这个不是喝水 一般我们连沙旦上 也就是半个小时 就全部完成了 半个小时 就可以放到这个炉子里面去烤 放到冒楼里面就能进去了 你们这叫闷炉 闷炉 是这个吗 对 就是这个 已经炸好的火 这个有多高啊 这个闷炉 两米三高 两米三高 同时可以烤五只 五只羊 四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看看怎么放里面 放好了这条 对 闷炉烤鞋 一个衣服就挂就行了 而且一挂嘛 闷炉完了就提起来了 高雄所经营的温根塔拉草原旅游区 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穆加油 穆家乐 而是一家集景区 餐饮 住宿 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在距离餐饮住宿区 十公里外的地方 高雄对阴山山脉的一处峡谷 进行了开发打造 并命名为温根峡谷 游客既可以体验草原上的民俗文化 也可以进行阴山探险 成为了乌拉特草原上的一个旅游亮点 在高雄的潜心挖掘之下 很多已经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的 蒙古族传统美食 又被重新端上了餐桌 我总是做一道羊肚烤珍珠 你看一看 珍珠在哪啊 这个就是珍珠 这个 这感觉像是肉之类的呀 对 这是羊宝嘛 每年到夏季的话 两个月以上的公羊都给散了 散下来就是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要散它呢 散掉第一个去了腥味和三味了 羊肉鲜嫩没有一点三味 它的球感特别的好 那这能是吗 孩子吃了蹦 老孩子吃了跳 闺女媳妇吃了美容的 高雄今天为我们制作的羊肚烤珍珠 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 味道会如何呢 哇 蒜 辣椒 辣椒 这白的是什么呀 跟山药似的 羊油 羊油啊 还有花椒是吧 还有花椒 对 就把调料先抓进去 对抓进去 再把这个 一层调料 一层这个是羊宝 哦 一层调料一层羊宝 对 羊肚过去能成一只羊里面 一只大羊 一只大羊 卸开了以后就长在羊肚里面 哦 然后冬天就冻在那冰窟里面 冰窟里面就储存了 哦 就是古时候牧民没有冰箱 没有冰柜 就把这个羊肚 羊肚 展开洗干净 把这个羊卸完了 放到羊肚里 放到冰窟里保存 对 草民人民的智慧 我最后是拿铁丝 给它系上去 拿铁丝封住了 封住了 然后呢 然后上火要烤了 哦 这样烤啊 对 这就是我们的羊肚烤珍珠 我能商量一下吗 我只吃这个羊肚 可身为资深吃货的他 越是遇到这样的美食 就越是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它的真正味道 越方的客人必须吃这个烤全羊 哇 这肉 肥瘦相间 对 鲜的烤全羊 怎么样味道 这个烤全羊呢 就是刚开始削了一层皮 给我肥瘦相间的 感觉哈 就特别的油润 但是呢 不腻 吃到里边的肉的时候呢 正常来讲哈 应该会觉得有点 还有点干了 但也不是 里边呢 就是加了这个调料的 这个汤汁在里面之后呢 就变得特别的鲜美 回味的是这种肉的 淡淡的鲜甜的味道 特别好吃 我来之前就听说了 你们这个乌拉特中期的 这个羊肉啊 非常非常好 百文不如一吃啊 品尝完烤制方式 独特的烤全羊之后 这一温根塔拉的美食明天 羊肚烤珍珠的味道 即将揭晓 哎呀呀呀呀 这汤汁都流出来了 好香啊 闻起来 一打开之后啊 这香味立马是涌了出来 这个是 这个真要吃 这个老孩子要跳了 黑身吃到棒了 闺女媳妇吃到美容了 我刚才说了 我想申请吃这个羊肚 我不想吃这个珍珠 这个珍珠是最好吃的 我能换个小的吗 老高 大家换一下 这个是一般主人先吃嘛 好吃吗 好吃 特别好吃 开始跳了 我觉得老高吃了之后 就由他来告诉大家 是什么味道吧 实在没有勇气下嘴 什么味道 它是发棉的 软的 软的 嗯 香了 香特别香 想要吃这道菜啊 这是需要勇气的 哎呀 它是特别香的 是很香 再来一个大的 我真不香 再来一个大的 来 无福消瘦 你啥了我 我发现酒星了 在我身后看好多游客 好多人 你们都吃过羊肚没有啊 吃过 都吃过啊 大米 那小孩尝尝这个 羊肚吗 那是鹰熊的食品 过来尝尝 过来尝尝 来尝尝 来尝尝 这是草原肉的一道美食 嗯 这是古老的一种做法 以前吃过羊肚没有 嗯 吃过 这种做法吃过没有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见到 是吧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 以前经常吃 但没有吃到这样 可谓的 这样制作方法的 这个 鲜嫩的感觉 制作方式非常的有特别 对 非常有特别 想要品尝到 原汁原味的草原美食 这当地的穆迦勒 自然是您的国二选择 如今 乌拉特中旗境内的 84家穆迦勒 都做了全新的改造升级 星级接待户呢 有9家 其中五星级的接待户 有5家 不难看出啊 当地的穆迦勒 为迎接您的到来呢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 在乌拉特中旗 有一种烤羊肉 烤制方式 和您平时见到的是 截然不同的 味道啊 更是能让您食指大动 石头 对了 我们今天羊肉就要它来烤 拿石头烤羊肉 对 不过这个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这时候蒙古就可回来 这么一小块就十来块钱呢 啊 我花了一两万万回来的石头 这么一小块要十来块钱呢 对 这个石头特别的耐烤耐高 它不会变 那这个石头烤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拿来烤羊肉呢 它现在烤的发青了 发白 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烤了是吧 现在就可以烤了 对 那肉呢 就一把小刀啊 就把羊都给卸了 很快就卸下来了 我们这个石头烤肉 不加任何的水 就用我们原汁的 它肉里面的汁液 就可以把这个肉做好 巴特尔充分利用乌拉特中期草原羊肉 含水量少的这一大特点 通过石头加热后 放置在奶桶里所产生的高温 一烤一闷 既保留了羊肉中的水分 不会让肉质干柴 也在最大程度上锁住了羊肉的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 用最后的这个炭火 再烧烧的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那咱们需要等多久呢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那么长呢 没事 我不会让你闲着的 还有下一道美食呢 那咱们去看看去 好好 这个咱们是要做什么呀 这叫活搭的 啥 活搭的 我没听懂 活到堵 活到堵 对 这是不是就是那种雪肠啊 对 但跟雪肠不一样 您平时能吃到的 但是今天让你吃个变样的 这是哪一个部位 这是羊味 这个是什么 对 细肠 细肠 是小肠 对 小肠 它有用的小肠把它绕起来 不让它会开的 好了 好了 那这个把筷子和这个胃 一块放到锅里去煮 对 煮 煮 要煮多久呢 二十分钟 活倒堵 是乌拉特中级草原上的蒙古族 世世代代制作的一道特色美食 虽然每家每户都会制作 但是羊血中添加的佐料不同 比例不同 包括煮熟的火候不同 制作出的活倒堵的味道和口感 也会有所差异 瞬间就围过来好多人的 得亏我这位置比较好 否则会被挤走的 哎呀 这块肉就烤好了 还记起全了 碰到碰到碰到 口水已经开始滋落体了 请大家品尝我们的食品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好 吃肉去 吃肉去 好 吃肉 吃肉 好 好 来 看着吃 来 给我一块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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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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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呀 对 谢谢 咱们手尖里 这样 慢慢吸进去 好嘞 好吃 好吃 好香 好吃吗 好吃 怎么个好吃感 我觉得肥肉的瘦肉精致特别一样 这形状是跟我们刚开始换好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就是里面的这个羊血和这个羊油啊什么的 已经是完全是没有这个味道 这个一口也不能嚼啊 这也太大了 还是嚼一下 好吃 没有那种血腥味 是那种淡淡的甜味 最关键是特别鲜 特别棒 吃了几块 吃了几块 吃了好几块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必须新鲜以后它才能够 不论是之前的羊肚烤珍珠 还是刚刚的活刀肚 那都是当地牧民祖祖辈辈 被美食传承的体现 历经了岁月的沉淀 在当地呢 两位冒蝶之年的老奶奶 他们制作的面食又会让我们感受到怎样的味道呢 91岁高龄的双胞胎蒙古族老人 生在蒙古包 长在大草原 十分擅长制作蒙古族的传统面食 今天两位老人要制作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面食 云饼 这云饼究竟为何物 又是怎样制作而成的呢 这两盆面 一盆呢 是用这个砖茶加红糖加酥油熬的汤汁呢 来和面 然后呢 这位奶奶呢 他是用这个 开水 白水 开开水来和面 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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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首页真不错 这个是要给它醒一下是吧 对对 醒面 然后它就更柔了 然后就云饼两层嘛 两层的贴在一起 贴在一起 它醒多长时间呢咱们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了 五到十分钟 我现在大概看出来了 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小面团 都擀成这样大小的饼 对对对 一个白的 一个是这个棕色的 摊在一起 卷在一起 完了再 切开 完了再捏 原理我大概听懂了 可是食物长什么样 猜不出来 听着简单可接下来的工序 真的不简单 最后还要用筷子对齐掐腰造型 更可以凉凉组合 掐捏成叠形 实现了面粉到匀饼的蜕变 传统的蒙古族面食色泽亮丽 口感香脆 究其原因就是这炸制面食的羊油 不管是云饼还是其他面食 在滚烫的羊油中完成了一次华丽变身 出锅就可以上桌了 终于看到这做好的云饼 原来是长的这个样子的 其实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叫猫耳朵 我来尝一个 尝尝 这个厚的应该是我切的 这个云饼它外面用羊油炸过的 对 羊油 就是特别酥 特别香 那里面咖啡色的这个面是加了红糖 酥油 还有砖茶之后是软的 就是比较有咬头的那一种 特别的香 香甜可口 不吃点的 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个也是刚才奶奶做的 这个叫 这个叫粘枕 那那是什么呢 那个是圆饼 圆饼就是优饼 那这种呢 那个叫散子 散子 就是一段一段的 今天两位老人真的是非常辛苦 一早上开始就给我们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 非常有蒙古族特色的面食 也希望您二位老人 在美丽的乌拉特草原上 可以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 谢谢奶奶 在乌拉特中期 牧民用真情守护着草原 富饶的草原也给予了牧民丰厚的回报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 沐加油的经营者们 用微笑和歌声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用传承和创新 为人们奉上了地道特色的草原美食 更是用勤劳和智慧 收获了陈甸甸的生态财富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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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